首相宣布5月4日开始,大部分的行业都可以复工了。 我的心情,我跟你讲,是紧张,兴奋,同时间非常焦虑。 我相信大家跟我都一样。 所以这个影片呢,就要教你如何顺顺利利,安全全的开工。 在这个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三个部分。 Part1,Part2和Part3。 Part1这个部分呢,是表示你必须要了解MITI的规则先。 Part2呢,我们就会了解一下不允许活动的有哪一些。 Part3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行业,运营时间, 客户拜访时间,还有他的SOP。 Part1讲的呢,就是MITI的规则。 大致上所有的行业,被允许的行业,5月4日都可以开始复工。 这些公司呢,不需要再做MITI的application了。 公司不需要注册,不过他需要去这个 notification.miti.gov.my,填上公司的资料。 必须是有一个SOP要遵守的。 所以有两个SOP哦,第一个SOP呢,是MITI的SOP。 第二个SOP呢,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SOP。 这边他就有澄清啦,他就说, 诶,这个notification哦,是不是一个注册啊? 是不是要等到他approve了,你才可以复工啊? 其实是不需要的。他们基本上是要去notifyMITI, 给他知道有多少家公司在做工,有多少家公司要遵守他的SOP罢了。 可是大家不要急,他说不要担心,不要全部人在同一天 4号的时候全部冲进去register。要不然呢,要不然就好像上次这样。 整个server完全不能动。在5月12号之前,商区注册就可以了。 那之前已经批准了的公司呢,不需要再去做这一个notification啦。 因为他自动自然而然的已经在里面了啦。 那很多人就问我咯,ASONG是不是讲他的daily report已经不用summit了咧? 这个我暂时还不能打你,我们还是等官方的指示比较正确。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政府所发布的这个procedure, 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要进办公室之前哦, 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情。进去办公室之前,鼓励你们把口跟嘴巴先盖上。 第二,要经常洗手啦。必须要有社交距离1米啦。 然后必须要常常用那个洗手机。 第三,你们可以填上这个Borang Sarengan Kesehatan。 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self declare,你们自己申报到你们身体有哪一个地方是不适的。 第四,你们一定要测体温。 第五,就是如果那个人他过不到你这个体温检测啊,就是37.5度以上。 或者他本身是under investigation的,那你就不可以给他进入你的办公室哦。 第六,你一直要update自己咯,必须要知道那个安全措施,Copi-19的安全措施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你们看这个第三,有一个Borang Sarengan Kesehatan的,看到吗? 可是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为你们做了一份。 你们只要在这个post description里面下载就可以了。 你们到时打开这个health screening form,然后print出来,给你的visitter或者是给你的staff去填就是了。 然后记得要收一个copy哦。 再来呢,如果你不要用health screening form,如果你要比较简单的,我也给你一个excel format。 你们可以去print这个name list出来。 另外一个template呢,是那个热器呢,会在左边的。 如果你们一天有很多customer的话,这样我是建议你们用template1哦。 如果你们不是每一天这样多人上来的啦,那你们就用template2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进入part 3。 part 3呢,讲的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行业,你们的运营时间,你们的客户拜访时间。 还有第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设定下来的SOP。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布了很多的SOP。 那我在这边呢,就把所有的SOP已经整理过,然后我已经post在我们的Facebook上面昨天晚上。 为的呢,就是要给你们大家了解,给你们大家容易找你们的这个SOP。 所以我已经整理过哦,你们要在这边只要看这个part 3哦。 你们如果是餐营业的,你们只要直接点击这个网站。 它就直接带你到餐营业的那一个page了的咯。 你们直接就在这边是不是?点击Next,就是讲着餐营业了的啦。 呃,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你们要怎样去看这个SOP好吗? 例如说,如果你是餐营业的,那你们餐营业第一个部分你要看的就是左上角咯。 左上角就有讲到,如果你是一个restaurant,如果你是一些路边摊,但你要注意什么。 那如果你们是做门市的restaurant,你们要怎么办? 所以你们就要看这个涵盖了哪一种restaurant,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就有讲到,你必须还是要根据地方政府看他们有没有set别的路,能不能开啊什么什么这样。 然后呢,再来就是中间这个部分,员工可以6点早上到11点晚上的时候收工。 顾客来的时间只有7点到10点而已,100%员工可以工作。 据我了解他们有可能会改的。 所以如果突然间他们开了门过后,发现到疫情有变了,那怎么办呢? 这样你就必须要注意咯。可能他会把它缩回70%或者50%这样。 先跟大家讲一下大致上你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是做门市的。 首先你做门市的吼,你每一天都必须要消毒3次。在门口,跟在那个付钱的地方counter都必须要放上hand sanitizer。 在你们的店里面吼,必须要有社交距离1米。就是人与人之间要有1米。 然后你们必须要限制一个时间有多少个顾客可以进来。 那如果我是以1米来算的话,这样我现在餐馆可以集多少个人。 然后把这些人数,你们算了的人数,记得要放在那个墙上。 给大家知道,给员工知道,也给顾客知道。 然后当然要鼓励员工全部戴口罩咯。 员工上班的时候,必须要量体温。 必须要把那个体温记录下来,要收3个月的那个record。 因为到时候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可以找得回。 当然不止员工啦,顾客来的全部都要量体温。 体温是37.5度以上的吼,就要叫他去看医生了。 餐馆的桌子跟桌子之间,必须要有2米。 然后当然他们鼓励你们用online钉桌子啦,或者是外带服。 重点是最后一个,他们鼓励你们用cashless payment。 就是用QR Pay啦,用Maybank to You啦,这些payment去还钱。 Credit Card啦,这种。 信用卡就是其中一个,用Wave,不要用品。 在这里我就总结一下,只有一些小部分的不一样罢了。 就好像服装店。 其实大同小异的,只是他不可以试衣服。 那你想一下,如果上一个人哦,他本身有带病毒的, 然后他去试了衣服,过后你又拿来试。 所以购物中心,洗衣店,驾驶店,金店,电器店,五金店,书店,文具店,宠物店,修车厂, 还有配件的那些买卖。 他们的SOP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我就不浪费时间跟大家讲了。 我们讲一下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他的Protocol也是一样的。 37.5度就要看医生什么什么。 唯一不一样的呢,就是最后的这一句。 公司必须要有一个紧急的措施。 那个Protocol。 然后如果有什么冬瓜岛福的话呢,你必须要承担所有的费用。 这个Protocol的这个费用。 这个句子哦,你所看到的,跟制造业一样。 表示制造业,如果你的员工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你都必须承担所有的费用。 好,130多面就这样讲完了啦。 所以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要有那个意识,那个安全的意识非常重要哦。 然后记得一米的距离,记得不要跟人家靠太近,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祝大家开工大吉。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注意安全。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